两个月过去了 大头连一次对他有兴趣的询问都没有 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帮助流浪动物 替他们找到一个永远幸福的家 你可以加入会员频道 就能够很实际的支持到我们的颂洋工作 加入会员每周还会有额外的影片 可以了解我们颂洋背后的密心 以及看到更多幸福回家的浪浪 你觉得为什么大头都没有要领养啊 不要 它看起来太熟 然后感觉就很大一只 然后喉嚨量好像也要很大 现在来第一次看到他 看到他长得很凶害 然后他这么大的自己就觉得他是吃很多 我觉得是主要是因为他外表给人家比较浪费 跟一看到他会觉得他想会咬人家的那种刻板印象 他体型太大了嘛 然后他的头看起来又很凶 我觉得可能他看起来太凶了吧 一只乏人问津的黑色大狗 为什么要救他 我是在2020年11月的时候 刚好在我的仓库 然后喂我的狗的时候 我好遇到了大头与溜溜 大头与溜溜那时候让我觉得 他们也是感情非常好的武器 然后他们形影不理也不践踏到铁 他们也不追车也不废人非常非常的乖 因为这样我还想说他们可能会从此就会在我们村庄里面生活一段 后来过没多久我发现溜溜也怀孕了 剩下了妻子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当时得到了全小病 已经往生了 后来就剩下大头与溜溜两次 想说村庄里的人应该比较不会在意 那知道就是不管是我们村庄里的年轻人或是老人 开始看他们爱言 然后就开始用棍子驱赶他们 然后就入骂他们 他们就又开始联络清洁队子的女流 设置了两个用户 他们都会轮流 首页 会一直不停地就是诱导他们去诱服容 我对他们非常的不有塞 真的是看到真的是心里非常艰难 是能上我们求救 刚好也是被了一个好心的姐姐看到 妞妞那时候刚好在救援的前夕 刚好被大城撞到 然后就当场死亡 然后当下反应就是她非常难过 而且她也不知道妞妞当下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会爬不起来了 她真的是非常重感型的一只狗 今天呢是礼拜二早上的十点钟 我们就要来台中店看看大头的一天 今天我们早上上班的浪浪管理员是一翔 走 好我们进去吧 直接跨进去 你看小狗隔在这边睡觉 然后两只小狗在这边睡觉 大头是睡在笼子里面的 关一个晚上 他都没有问题 超级乖 为什么大头要关在笼子里面睡觉啊 因为小狗会烦他 哦 来上班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大头放出来 然后赶快带他出去上厕所 他走路都这么慢吗 对啊 因为他有看到 带他散步的人有没有跟上 他会检查带他散步的人有没有跟上哦 超贴心 所以这个老人拉也超适合耶 他根本就倒盲犬耶 你可以闭着眼睛 搞不好他有OK 对他有回不见 他对人类是完全的 睡觉很痛 都没脾气 没脾气 看起来不好呆 但是他上步行超文 应该是我溜出最不错的一次 嗯 他真的一点都不凶 你看他在路上遇到狗 看他是什么情况 有两只没牵绳的小狗 没有牵绳 他很 他很尺详的 你好像说我一群搜狗 他很尺详 哇 牠看到小狗就這樣子走過去 牠就會去派很熱情的狗狗的話 牠會比較怕? 對 牠會不喜歡派熱情 那牠會怎麼樣? 牠會蠻生氣的 所以看到熱情的公狗就先閃避就對了 是 好隨性喔 就這樣子坐下來了 好像不動了 大頭走啦 走走走 這樣會中暑啦 走了走了 還是拉著洞子 開店囉 走過去就可以了 他只是看起來兇 他不兇的 走過去就可以了 他只是看起來比較兇 大家都不貴女了對不對 大頭可怕嗎? 其實看到牠本狗感覺怎麼樣 牠很穩定 牠是一波都很穩 對啊 這個超穩定的 牠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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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頭在這邊 竹竹待了兩個月 牠還是這麼穩定 好 毛斑爸爸來 大頭看到你也好開心喔 我們現在要幫牠點舌甲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睡著欸 超誇張 給大家看一下牠去貓區 看到貓的反應是怎麼樣 這樣子 看看牠對貓有沒有興趣 你要進去嗎 然後牠也不會想進去啊 看貓是靠這麼近 牠也沒什麼反應 所以如果有養貓的想養牠是OK的 因為牠跟貓就是保持距離 貓也不怕牠 大頭你要去看看小貓咪嗎 自己走了 自己走了 好啦好啦 下去下去 下午4點鐘 小狗都在房間裡休息 只有大頭在上班 大頭要發一個最佳理人工獎 大頭你要不要散步 看到散步也是尾巴咬得很開心 但是動作還是很晚 現在尿時間到了 走 超適合陪伴慢慢走路 牠也不會舔人喔 對不對 不喜歡狗一直舔一直舔的人 也可以考慮 下午這樣子六一下下出去散個路 出去尿個尿狐 牠也不會任性的不回來 差久也很乖 第一眼覺得牠很大隻 然後很形狀 然後可能 一來的時候想說 欸牠會不會跑來跑去啊 然後會不會出淚之類的 然後但是剛剛跟牠相處 一段時間發現就是牠的情緒很穩定 可能看到其他的小狗在跑來跑去 牠也會有很大的反應 然後就是眼睛大大的乖乖的趴著 然後有人叫牠的時候才會很溫柔的走過去 然後要動作輕輕慢慢的 這就是一個外角像老爸 那是內心非常溫柔的小狗狗 對 散步步 叫牠帶眼鏡散步 看著牠 好棒喔 走 晚上大頭會進籠子睡覺 因為怕小狗會吵牠 牠如果生氣會不小心傷到小狗 只好每天晚上都這樣讓牠進去籠子 到隔天早上10點有人來上班的時候才會放牠出來 其實這樣很可憐 但是將近12個小時的關龍時間 牠都非常任命 然後乖乖的待在裡面 叫也不會叫 也不會在裡面亂上廁所 這個超級乖 那你覺得大頭的優點 大頭的優點是很穩定 牠只有要上廁所的時候會跟妳這樣 牠會叫 突然基本上牠在家裡就是 牠在家裡就是 反正就是很穩定 牠沒有什麼缺點啊 沒有缺點就是牠的優點 看優點 牠還蠻適合當陪伴犬 就是在家裡也蠻近的 會待在你的腳邊陪你做事情 牠出門呢牠就會跟著你的腳步散步這樣 牠散步很穩定 牠不會 鑽跳也不會爆衝 就是連阿公阿嬤也可以牽出門的程度 然後外加牠對陌生人跟小朋友 包容度很高 我摸 大頭臭臭嗎 沒有臭 大頭有臭臭嗎 沒有臭 沒有臭 之前有一次來了二十幾個小朋友吧 牠完全沒有像其他狗狗躲起來 或者是晃晃叫 牠可以接受小朋友在牠手上亂摸亂摟 超好穩定的 我覺得牠的優點就是 你只要跟牠熟氣之後 牠會非常的撒嬌 還有你進門牠會非常熱烈的歡迎 會讓你覺得回到這家很溫暖的感覺 很多成犬其實都沒有辦法太長期承受店裡複雜的環境 沒來多久後就會因為太累而出現各種行為的狀況 但大頭真的很認分 怪到讓人忘了牠的存在 我知道牠只是一隻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黑狗 但牠真的很知足 完全不讓人煩惱 牠只需要一個小小溫暖的地方 讓牠知道牠的家人不是全部都去了天堂 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一個地方能是牠的家 和平衡的家人 被牠們被牠們抓到 婚禮的家人